科学家,您刚刚说这个问题,他计算的结果,我也看了它,它是基于科学计算的结果,这是一个数学模型,您刚刚问这个数字呢,是他算出的数字区间的最大数,大家知道,认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,尤其像是第二个例子,一定是事实是事实,知识和理论是理论, 所以这样的模型呢,我们也换给大家提出各种模型,其实现在也出了好多好多的模型,那么现在这样的模型呢,是不是跟事实相符合呢,刚才李主任已经把我们的一些措施和我们的一些疫情,应该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疫情,也都已经宣布了,我想随着我们大家对这个病毒的认识,会去验证一下它这个模型, 那么目前我们找到的情况呢,就是说,并不是向目前这位科学家聚在这个模型的情况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自ico化,一直地认其他一个不同的娶气吗? 但是三千年有点運行的 hace多重要的机会让大家看一番信息就是要有点允冻的